哦 今天作业写完喽 你说你今天都写完了 就很快去写写完喽 妈妈 你能把这两本书提交在一起吗 你让我干什么 双手拉 能拉开吗 妈妈 知道为什么拉不开吗 因为两本书的基础面积大了 增加了摩擦力 没错 就像你管我 你越拉到 关系越紧张 那你再另击一本 刷两下 快到了吧 只有适当放手才是最好的管教 玩去喽 小屁啊 元宵节了 妈妈跟你玩个游戏啊 什么游戏 游戏的规则是呢 我吃两道的 只要吃一个 我们谁先吃完 这个红包就归谁 但是前提是谁都不可以碰腿脏的碗 妈妈 吃东西我就没输过 那你就让这些 姥姥给我的新年红包 可是我的元宵太多了 不然你让我点 我先吃一碗 行 你先吃一碗 行 你先吃一碗 嘿嘿嘿嘿 不能换对方的碗啊 小屁 嗯 我知道 小屁啊 妈妈 爸爸上来啊 你这 我来 没有睡 和妈妈一起睡觉时 妈妈玩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妈妈 我要喝水 妈妈 我小杂兔兔 妈妈 抱着我水嘛 妈妈 你抱鸡鸡鸡 我要抱着鸡鸡鸡的 看不见 那 这个呢 那你再看看这个 那你再看看这个 小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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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后 咱们出来穿衣服了 不要 不要 晚饭前 宝贝 吃饭了 晚饭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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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睡觉 关灯前 你要尿尿吗 不要 你要喝水吗 不要 关灯后 妈妈 我要尿尿 不要喝水 不要吃饭 我太难了 妈妈 我去找小野玩会 你作业写完了吗 也 也完了 小屁啊 妈妈可是会读心术的 不能和妈妈撒滑 我再不应了 你来看 来 小屁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测试 一到十个数 你随意选择一个数字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心里头的这个数字 去乘以二 然后呢 用得到的答案 再加上四 加上四 然后呢 再用这个新的答案 去除以二 最后 再用最后的这个答案 减去你刚刚心里想的那个数字 嗯 我来猜一猜 最后得到的这个数一定是 啊 妈妈你真的会读心书啊 所以还不去做做业吗 我这就去 搞定